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的双爪下竟然动不了半分 其次 他的背景绝对在西牛鹤州是最大的 因为他是如来的舅舅 到了天上玉帝要亲自接风 到了地府沿网要恭敬上场 但是 他也是最凶狠的 不仅吃掉了一座城的居民 还组建了四万多妖军 是西游中唯一拥有军队的妖怪 吃掉的人骨头堆积如山 他怎么吃人如来都不管 但是 他要吃掉糖酸 灭掉取星团队 这就触及到了如来的底线了 所以 他组建了史上最豪华的除妖团去除他 有哪些大神参加呢 既有老领导然登古佛 又有接班人弥勒佛 还有文殊普贤 三千接地 五千罗汉 但是 在真正收服大鹏时 这些人出手没有 一点都没动 他们 只是当了一排吃瓜群众 连那喊声都没贡献 是啊 如来有最厉害的如来神掌 就是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的那一招 也有收服六尔弥猴的金波 他何须还要这些大神呢 所以 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做个见证 蜗牛已经在往期文章中 解读过如来为何要这么做 为何必须这么做 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如来最后收服大鹏的 也没有如来神掌 如来情之此意 极闪精光 把那却朝灌顶之头 迎风一晃 便做鲜红的一块血肉 妖精伦力找凋他一下 被佛也把手往上一指 那要是不想救了金 飞不去 只在佛顶上 不能远顿 见了本相 乃是一个大鹏金赤雕 原来如来收服大鹏的 竟然是一个雀巢 如来为何要用这个东西来引诱大鹏呢 有两点 第一 大鹏鸟抓弱小的雀类是天性 只要见到了 就要忍不住去抓一下 第二 雀巢有很多之外 大鹏的爪子有勾 一下被沉住了 就动不了 所以 如来收服他 一是针对他的弱点 二是利用雀巢的特点 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大鹏收在了头顶 不过 看在是亲戚的份上 他同意四大不周的供奉 由大鹏先尝 大鹏这才稍微舒服了一些 这就是 再次